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 扮求均爭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我昨天就會分析第一個 習近平為何到今時今日明知貿易戰輸眼 很多數據對他不利 搞到你要稅改 明減實家 社保又不斷加人民的錢 在人民企業 人民身上 即打工仔不斷納錢 去救國家 救黨的黨富 都不肯向美國有任何妥協 懷疑他專門想輸某日戰 專門激怒美國 當香港做一家怕人激怒共產黨時 他就不怕激怒美國 就越激怒 搞特朗普的制裁就越來越緊 初初是500元 現在又加到2100元 未來2100元 由10%變成25%的關稅 可能另外再加2,670元 總共會變成5000元 習近平是明知的 我們都想到的 我林匡正也講到的 或史題都看見的 沒有理由習近平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專門不做 有人說他背後是驚天大陰謀 說到驚天大陰謀之前 我會報一下貿易戰最新的情況 今天《人民日報》就這樣寫 文章標題 該來的准要來 該幹的准要幹 幹不是策略的幹 即是要做事的幹 他說中國是世界製造業 第一大國 憑此基礎 中國不會害怕美國 立即在打飛機 初初我們看到他的老師 支持胡錫進 胡安江吹到中國很大 不怕你去美國 你害了我的國 甚至大家抵制退美貨 到後來真的不行 這群人都收了聲 傳媒本身很虛浮 很浮誇 變成很無實 這些事我們都要很嚴謹去處理 這幾天 再加上我昨天讀過的文章 外交部也好 商務部也好 甚至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 又走浮誇路線 胡錫進又寫回 那些混蛋 又厲害了我的國 黃烏林是否真的失勢呢 他這條路線是壞了 但我看回黃烏林不像 你看到他還可以主持一些會議 不覺得他被人削權 他厲害了我的國的路線 沒有被習近平不滿意 只不過是有些調整 現在又走回這條路線 甚至特朗普也這樣說 特朗普當然都是牙策 只有人民日報 習近平都是牙策 他說特朗普這樣說 現在加2千億美元的關稅 他說貿易戰剛剛才開始 你不要以為正在打 剛剛才開始 現在才開始進入氣獄 我小時候看那些打鬥氣 當時我跟小朋友說 這裏是甚麼天煞 現在還未好看 待會過了半小時才來氣獄 外星人來到才開始好看 類似特朗普說 現在才開始有氣體 之前那些是頭盤 罰理關稅 但不是吧 中國經濟有很多危機 又要出動到黃岐山 突然去見華爾街大鱷 又出動到劉鶴不斷開會 特朗普這樣說 我們計上上兩次 徵收關稅已經徵收你2千億美元 中國貿易力差不多用盡 但我們對中國的戰爭 是長期戰爭 現在是剛剛開始 特朗普還說 中秋節24日 送禮物給中國 加收你2千億美元的關稅 對 甚至 中國說會加回我們600億 關稅人 人家加你2千 中國反擊是加600 即是輸了一千四億 這麼差勁 他說 這些事情 我最尊會和習近平一起去解決 不過接下來一月 10%可能變25% 之後我還會加多2千多億 即是說你報復我 你就報復 即是你繼續激怒我 我就繼續加大力度 你越激怒我 你越不妥協 你習近平越不跪低 我就越打你 就越打你 打打打打打打打 即是你越口眼 我就不斷罰 甚至美國的司法部 就說 現在中國人 新華社CCTV 做了中國的媒體 在美國做登記 做登記 全是外國媒體 當時之前 是不是有兩條女子 在法文大會的時候 一大 מש they have a balcony 一條很漂亮 成一條雞 真本就是雞 被人發現了 在背後 說美國的媒體 實際上是中國的媒體 在美國登記 美國司法部商管齊下 就說這種中國的媒體 現在不能再在美國登記 不能再假扮成美國的媒體 即是貿易戰也打揭你 司法戰也打揭你 现在司法战最新 贸易战这2千亿的关税 中国GDP最少会跌0.7% 甚至星期一是否说黄岐山见了很多卫尔街的高层 好像会遭到冷代 现在没有消息 特朗普完全不理睬你 现在北京有志富写一文章说这是国进民退的时代 有些人就借着这篇文章问这个你们志富写这些东西 刘鹤就是志郎复杂处理贸易战他就不出声 现在就说有三分之一的香港生意人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一半的订单是少了 甚至贸法局也预测香港今年的出口增长是少了一半 甚至中国大陆A股有8大的讯号 A股已经见底了甚至是会破底 上证交易指数近几天只有800多亿的成交 就是非常之惨淡 甚至一些人说中国的楼市会进入一个分水岭 就会开始会大跌 现在中国有70个城市的楼价数据 其实出现了结构性去造假和失真 好了就是这么多危机 甚至中国经济会持续下行 经济危机随时爆发是无可避免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回应就是 不断去搞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的改革 将经济危机转移到民族情绪 排外情绪的这些民族路线的牌 他这样说 随时今时今日搞民族路线 过了一两年就用台湾牌 总之所有经济的危机就去找外交转移市 用民族的路线 不过这样说 未来27至28日 中国和美国就有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到时美国财长龙武音 就会见中国副准理刘鹤 就说如果会谈顺利刘鹤 就可能会见到特朗普 当然我不知道你信不信你 怎么才会有个人 特朗普在北韩在贸易战 拿到这么好成绩的时候 又提出来就不断骂特朗普 甚至说我不要见到特朗普连任 他是谁 他就是卡特 卡特就是谁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头 这些民主党成员就做了美国的总统 在福特之后 在列根之前 后来他想连任就输了给列根 我可以这样说 他接受香港TVB 他说明珠台访问 访问时就说特朗普这些市政 是破坏了中美关系 贸易战不断升温 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 我就不想见到特朗普连任 不断调查特朗普搞贸易战 首先卡特 允许我说一句公道说话 他在美国史上最垃圾 最废材的总统 他有什么公职呢 他的公职就是第一 第一 当时他做总统的时候 伊朗就绑架了美国驻伊朗的大使 甚至北韩就跨境去南韩 斩死了两名美国的军人 他都用大爱巴隆 他就算过了 是完全不敢批评 完全就是不敢去 就是不敢去 完全不敢发动战争 或者很大力去制裁 北韩和伊朗 结果别人不是马里帕 他辞连伊朗都不放你的人资 不放美国人 结果是搞了444天 别人才放人 放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总统选举 输了比利根 他是一个对着 他跟中国建交 1979年在他任下 正式跟中国建交 跟邓小平见面 结果卡特就坐大了三只老虎 一个叫伊朗的高美利 一个就是北韩的金家政权 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这三个极权的国家 极权政府 就被卡特养大他 所以史上最废的总统 你有什么资格出声去骂特朗普 你知不知丑 是否写了丑字 卡特 你真是垃圾到不垃圾 好了 那为什么我就说 这个习近平 有些人说 他故意输呢 输了 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 你激怒美国 打贸易战 令到中国共产党随时倒台 我心想第一 我之前就说了一些国际环节 说了马其顿 说了罗马尼亚 不若而同 在马其顿和罗马尼亚 在东欧剧变成共产党落台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他最有钱的那帮商人 乘机买了国企 变成共产党的华士权 就是由共产党变成这帮商人 华士 罗马尼亚 其实马其顿都是一帮旧共产党人去华士 我心想 习近平是不是想趁机 现在整嵌对共产党 借着美国的外力 有些人这样写 特朗普写了剧本去串通 令到中国共产党落台 他现在很有钱 很多商人都支持他 甚至是马云 腾讯那边都有对培养 或者是对重任的富豪 甚至吉利汽车 对李舒服 会不会他加上这帮他支持的富豪 乘机在中国共产党落台的时候 或者经济危机上 买了中国共产党的资产 在李澎家族买了电力业 在江泽民家族买了电信业 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令到共产党的资产 本来分布在不同的派系 就变成习近平一个人 或者是习家军自己的天下 第二 当日习近平的资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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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支持的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就说要访效毛泽东 其实他会不会想像毛泽东那样 一人独栏天下 一人拿着天下大权 天下的经济资产呢 如果毛泽东打赢了国民党 他就可以这样做 但习近平很难在共产党身上拿回他的资产 要共产党的资产才行 而共产党不是说要要倒台就倒台 所以经济出现他的危机 失去人民他支持 会不会就是现在借着美国的外力 去打散共产党的经济 习近平就买了共产党的资产 再用救世主好像毛泽东那样 救世主翻身 用明军那样来统治天下 不出奇 再行总统制 但自己永远就连任总统 好像非洲那些对总统那样第二 习近平写明他是什么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突出社会主义 什么叫新时代 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时代 等于当日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才有新中国 习近平打败了共产党才有新时代 当日苏联共产党下台 谁最有利呢 当然就是拿到很多民望 戈尔包乔夫和叶利欣 之后做俄罗斯总统 习近平可能想自己做 戈尔包乔夫和叶利欣的混合体 我有份令到中国共产党下台 我会搞民主和政治 亦都好像叶利欣 独揽大权之后就普京 你要记住 如果中国共产党下台 你一个控制得不好 就出现军阀国具 那时候北洋政府敢款 就是吴沛夫 段旗帅 黎元宏 整群都是军阀国具 军阀国具 于是趁军产党未下台 他就禁止你 所以军事势力 他全部都清一色 由水军陆温 統一了习近平的人 还有一些控制不到的地方 譬如新疆 西藏 香港 这些独立的势力 他就不断打压你 其实他打压姜独 藏独 台独 港独 甚至澳门独立 就是要防范一些分离的主意 免得共产党下台这些地方独立了 他怎么办 于是你看到是有职可寻的 控制住 共产党就槍光致出政权 控制了 所以他当然 共产党下台 他只要打压到独立的势力 控制到军事势力 控制到槍光致 他就可以做中国第一任的 新中国的总统 千秋万世 也都买了共产党的资产 你不要忘记 习近平当日被委任的时候 一群人想造反 拉他下台 包括薄熙来 周永汉 令人计划 徐才厚郭伯 他就明白到 他仍是做共产党 仍是会有反对的声音 他只要清除了共产党 才能真真正正清除所有共产党 不满他的势力 一个怕政变的人 因为他们想搞政变 推翻他下台 怕政变的人 他想把国家权力由党 收窄到他一个人 他身上 等于毛泽东 他怕刘少奇会搞政变 怕林彪会搞政变 于是把整个权力由共产党 收窄到他一人身上 其实现在会不会 习近平借着某些战 去收紧共产党的权力 想做第二个毛泽东 去收紧天下 于他一人身上 而且现在不单止 控制了昌光子 不光子 就是传媒都控制了 我叫传媒搞厉害了我的国 就搞厉害了我的国 我叫传媒要谦虚謹慎 他就谦虚謹慎 你看到 所以习近平不出奇 大家拭目以待 再出一下这些图 这些图是美国退司法部 说要搞搞中国的传媒 这两张 再出下一张 是特朗普依然在贸易战 就到几眼 我们回来了 好了 未来就会盛传 一些中国互联幕出的大消息 说习近平会南下 好像当年邓小平南下 当年邓小平南下 说中国整个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南下 或南巡有什么意思 当然会描绘成自己 为救世主 明天会跟你说 第二 现在就多说一点 除了美国搞够中国之外 还有什么人搞够中国 第一就是印度 印度说我们搞了5G的试验 但是有两间公司 就一定不会合作 两间都来自中国大陆 一间中兴一间就是华为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突浪 印度和美国搞了两大部长的会议 财战部长和国防部长 于是就说我会搞5G 但中国肯定没有份 跟着以色列 最近有中国企业 就买了以色列在海法的码头 于是以色列就说 这个是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 我们要谨慎中国企业 在我们买了些什么 以色列又要搞够你去中国 澳洲就说现在要关掉孔子学院 因为中国就借着孔子学院 输入很多中国的思想和间谍 甚至 现在我们 澳洲政府有很多中国公司 就是那些CCTV 都买中国公司的服务 很多澳洲的政客就说 是这样搞不得了 我们现在要警惕中国势力 你知道中国在澳洲有很多间谍 还有给钱很多政客 因为澳洲甚至澳洲的ABC 那些传媒都说 中国对着我们在澳洲的西方制度 西方的价值观是全面攻击 我们现在应该联合特朗普 联合美国对付中国 甚至欧洲 欧洲又搞够中国 欧洲议会就通过欧洲中国报告 譴责中国侵犯人权 于是中国的主欧洲大使 不如你靠近我们中国 不要再弄这些报告 德国更厉害 最近有中国企业 就想买德国一个电源网 50hz 20%的股份 谁知道德国政府 就出来干预 就不让中国企业买它20%股份 摆明德国经济部 就跟你中国说 他就说 我们原因就是出于安全政策的考虑 国家安全的考虑 中国的传媒就说 环球时报 喂 我们中国现在开放市场 反而你声称开放市场 德国就限制我们 收购你这间公司 只收购你20%股份 你可以看到 由澳洲 以色列 印度 欧盟 和德国都联合着美国去搞搞中国 至于习近平的南巡 会为中国带来什么契机 以后四中全会 会不会预期召开 那我明天就再和大家分析 ey 上工我 是就快点 打你都要赚日子吗 快要中秋节啦 马上等我收你工 要香港的中秋开放日 賣亦過節 那怎麼辦 那還打甚麼仗 休戰行人 MI-chill TV 接下來9月22日的中秋開放日 精算了不同應節的食品 美酒、健康茶飲 小食、燒烤食品 還有WARHAMMER試玩會 9月22日下午12時至7時 來MI-chill TV中秋開放日 跟我們一眾主持團聚 一起感受街節氣氛 我麻煩了 等我